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7月18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呢 现在关于川普在美国这个大选的情况 他现在这个大选啊 我认为这个川建国同志呢 现在是四面楚歌呀 就连Fox也背叛了他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一看美国最新的这个民意调查的情况 这个民意调查呢 是前天啊 刚刚发出来的 这个民意调查呢 是在7月9号到13号所做的 那这个报告呢 是前天刚刚出来的 首先我们来看呢 就是关于川普和周拜登 你会选谁这个问题 那有两个民意调查了 第一个民意调查呢 就是那个媒体NBC做的 NBC做的这个调查呢 是川普是支持率百分之四十 而周拜登呢 是百分之五十一 相差了百分之十一啊 民意调查的差距如果超过百分之十的话 这就比较危险了 那么另外一个调查呢 叫Quinpeck University 是一个大学做的这个调查 这个调查呢 川普的支持率呢 是百分之三十七 而周拜登的支持率呢 是百分之五十二 这个相差呢 距离就更大了 是百分之十五这么大 另外一个调查呢 就是你认为 现在川普领导的这个美国 现在呢 是不是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一个问题呢 是朝着正确的发展 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同意率呢 是百分之三十七 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认为 川普领导的美国呢 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而现在呢 这个比例降到了百分之十九 这个降幅呢 还是蛮大的 降了一半差不多 对不对 你认为 这个川普领导的政府呢 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那三月份的时候呢 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这么认为 然后现在呢 是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这么认为 认为呢 川普现在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你认为 这个候选人 应该把重点放在哪一个问题上 第一个呢 说应该是控制这个疫情的发展的 这个呢 是百分之五十七 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认为呢 现在你应该主抓这个疫情 那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认为呢 应该主抓重启经济 看来呢 美国人现在呢 还是认识到了 现在疫情的重要性 那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你对周拜登的看法 你对周拜登的看法是什么 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认为是正面的呢 六月份的时候 有百分之三十七 认为对周拜登的看法呢 是正面的 然后七月份呢 下降为百分之三十四 那认为周拜登呢 是负面的印象呢 六月份的时候呢 是百分之三十八 七月份呢 是百分之四十六 这些好像 好像是跟前面呢 这个周拜登的支持率上升呢 好像是相反的 但是其实不是相反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说人们看起来 也并不喜欢周拜登 但是呢 周拜登为什么 他的这个支持率上升了那么多呢 和川普之间的距离 拉开的这么大呢 他就是这样的 这个民主选举呢 往往呢 就是两个差劲的里面呢 选一个相对来说 不那么差劲的 选一个次差劲的 不选的最差劲的 反正这些候选人呢 全都差劲 选那个次差劲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支持周拜登 不支持川普 并不代表着周拜登都好 代表着川普不好 但是并不代表周拜登就好 是说明这个 然后呢 那我们再来看 对于川普的印象 是正面的 情况呢 是这样的 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有40%的人认为 对于川普的印象呢 是比较积极的 正面的 然后七月份呢 就降成了39% 川普呢 认为他比较负面的 由六月份的51%呢 升到了54% 你看到了吗 就是说 对于他们两个呢 全都不喜欢了 全都不喜欢 但是呢 就这么两个候选人 你说你怎么办吧 就是我就是反复说的 美国的这个民主啊 有什么用啊 这两个全都是你不喜欢的 怎么办 那么川普呢 现在他的民调是直线下降的 那川普现在呢 也是非常的着急 川普在前天的时候呢 把他的竞选团队的这个manager 竞选经理呢 给 发尔掉了 坏人了 这说明什么呀 就是说明他对这个竞选的形式呢 是非常的不满意的 对竞选团队的工作呢 是非常不满意的 其实呢 让我说呢 川普的竞选团队啊 挺可怜的 为什么呀 你就是你川普 你一天到晚的 跟那败坏你的形象 对吧 说一些傻话 说一些错话 说一些让人讨厌的话 你让那竞选团队还能怎么样啊 对不对 他们也不是神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就是说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川普呢 他的支持率呢 就非常下降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这些媒体呢 绝大部分的媒体 川普呢 都给他们扣上一个帽子呢 就是他们都是假新闻 全都是他们的敌人 那只有一个媒体呢 是他的朋友 那就是福克斯电视台 福克斯电视台是他的朋友 但是最近 福克斯电视台 不断的出现呛他的 就是看起来福克斯电视台呢 现在也要背叛这个川普了 那么在16号的时候 川普在白宫的玫瑰园 做了一个讲话 那个讲话呢 有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他那个一个小时的讲话里面呢 他就做了两件事 一个呢 就是抨击中国 一个呢 就是抨击周拜登 有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两个 结合到一起来一块抨击 他就是抨击这两个方面 当中呢 还穿插着 还要抨击欧巴马 在川普当政的时候呢 前天耳根子热的呢 那就是欧巴马了 欧巴马卸任之后呢 真是一天都得不到清闲 因为这个川普啊 一天到晚呢 就在攻击欧巴马 那他在这个玫瑰园的讲话当中呢 他也没忘了在哪攻击欧巴马 他说呢 欧巴马呀 他在台的时候 就业率是非常非常的差 欧巴马的失业率啊 是10% 那我上台以后呢 就把这失业率降到了3.9% 那他说到这儿以后呢 各个电视台都在直播了 对吧 那这个FOX电视台呢 也在直播 那这个直播的这个主持人呢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呢 在这个时候 就把川普的这个讲话呢 给他静音了 这时候呢 你如果在看 FOX电视台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话呢 这时候画面上就出现了两个画面 一半呢 就是还是川普在那讲话 另外一半呢 就是FOX电视台这个主持人 这个主持人呢 就开始出来说话了 这时候呢 川普还在那讲话 但是已经静音了 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说 他说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我应该跟大家呢 纠正一下 川普说的不是事实 说欧巴马在台的时候呢 欧巴马是做的不错的 欧巴马把失业率呢 已经从10%降到了4.9% 他已经降到了4.7% 就是说他交给这个川普的时候呢 他的失业率呢 是4.7% 并不是10% 欧巴马他接手的时候呢 是10% 但是在他手里面 已经降到了4.7% 4.7%交给了川普 然后川普呢 在确确实实在接着降 就一度就降到了3.5% 他说我一定要插话 把这个说清楚 不要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好像是说 在欧巴马手里是10% 交给了川普 川普从10%降到了35%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Fox电视台呢 这个主持人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川普老是吹牛 老是望他自己脸上贴金 你贴金也不要紧 老是去贬低别人 断章取义 说他说 欧巴马在台的时候呢 失业率10% 对不对 欧巴马在台的时候 确确实实 有一段时间 失业率是10% 但是呢 交给你川普的时候 并不是说10% 是4.7% 而且这个主持人还说了 欧巴马其实干的还是不错的 欧巴马执政期间并不是一场灾难 Fox电视台主持人 他说并不是一场灾难 欧巴马在台的时候呢 还把道琼斯指数呢 给他翻了两番 说他的企业也经营的非常好的 这是这个Fox电视台主持人呢 就插了这么一段话 就是你能看出来 Fox电视台呢 很显然 这个主持人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那么这是16号的时候 在昨天的时候啊 Fox电视台另外一个主持人 叫华莱士 这个华莱士呢 又采访了川普 他采访川普的这个 这个录像啊 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呢 但是呢 今天Fox电视台 他就放了一段 这一段呢 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一分钟一段呢 前半段呢 就跟他讨论说 关于戴口罩的这个问题 说是不是说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疫情 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了 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戴口罩 是吗 我们以前就错了 然后川普呢 就一通的把这个责任呢 就推到CDC的身上 推到这个福奇的身上 推到那个雷德菲尔德的身上 说这个福奇呢 那会儿说 不用戴口罩 然后CDC也说不用戴口罩 那现在又说要戴口罩了 那怎么说都是他 他说我不反对戴口罩 我喜欢口罩 然后他现在又这么说 然后主持人呢 又问他一个问题 就关于这个警察的问题呢 你怎么看 关于福洛伊德的这个案件呢 你怎么看 然后这个川普就说了 关于警察的这件事情呢 我们应该支持警察 说就他们民主党 周拜登呢 他们不支持警察 周拜登还说呢 要撤除对警察的资金支持 然后这会儿这个主持人呢 就说 主持人就说 周拜登没这么说呀 他说有 川普说有 他有这么说 他和那个桑德斯呢 签了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里面 他就说 他说呢 要撤销这个资金支持 还要解散警队 然后那主持人说 没有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 那个文件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么说 然后这个川普呢 就说 跟他说 来来来 你把那个文件给我拿来 然后因为这个视频呢 只有一分钟嘛 然后这一分钟呢 从这儿呢 就戛然而止 其实呢 他也是为他 这一次采访播出 争取这个点击量 争取这个观看量 争取观众 然后就给了 这么一个噱头了 就是说 只扔出来这么一段 你要想知道 说那个文件上 怎么说的的话呢 那你要去看 那个采访的全部内容 但是呢 我看那个文章里面说呀 说川普是错的 他那个文件里面呢 周拜登并没有说 要解散警队 根本就没有 也没有说 要减少警队的 这个资金支持 就是川普呢 就撒谎 这回呢 就抓住了他撒谎 他自己还不承认 还说把那个文件拿来看 那么就是这个川普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他就被他唯一的支持他 拥顿他的这个媒体 Fox电视台呢 现在不断的被他们呛 不断的呛 不断的噎 不断的揭露 看来这个川普呢 有可能就够呛啊 对吧 川普呢 可谓是四面楚歌啊 对不对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